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归着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走平平自爱 阿弟苏说你的恩典 相信我们都蒙耶稣的祝福 耶稣的保佑 那现在呢 我们有种美好的一天 可以起床 可以来敬拜祂 聆听学习祂的话语 这是一种恩典 也是一个祝福 好 我们一起去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呢 可以分享你的话语 也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请你圣灵 以我们同在帮助 我们奉耶稣的名声上 阿们 这是对于你的经历 非常的有意思 那就是呢 在这个保罗 他写了一句 很简有意思的 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神的圣洁和诚实 在世为人 不靠人的聪明 乃靠神的恩惠 向你们便是这样 这个经节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所夸的 我们是自己的良心 这个良心是没有人可以看见的 我们的诚实 我们的圣洁 不要靠我们的聪明 那我看神的恩惠 向你便是这样 有一个故事 很有意思 一个国王呢 因为他没有孩子 他就决定了 从许多 挑出来的少年人中 另一位可靠的人 做他的王位 继承者 然后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给每个人 一律主守过的花种 花种 让他们拿回去种 毕业好 三个月后 将个人的成果 带来评比 到了计定的三个月的日子呢 所有的人都来了 个人都守 捧着高着的 刻色美丽 花朵的花盆 每一个人 甚至有九个人吧 在那边有很漂亮的花朵 只有一个年轻人呢 短着一个没有任何 植物的空花棚 站在人群中 表情显得极其尴尬 很不安 因为他的盆啊 是最难看 也没花朵的 那国王就问 孩子啊 你为什么 半个空花棚呢 国王们 这个孩子呢 他拿回去后 他说呢 国王 我拿回去后呢 认真的种了 好好的翻土 也细心地浇水 可是直到现在呢 什么也没有讲出来 孩子说着呢 都快要哭了起来 那孩子呢 他表达对 王上说呢 他说我很诚实 我尽我的能力 去 去 去种这朵花 但是呢 这个种子呢 都不能够生出 什么花朵来 他的诚实 感动了这个 这个国王 后来呢 真是这个孩子呢 被写上了 因为他 被念证为 最诚实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诚实呢 不是可以用钱买出来的 而是我们活出来的 这就是观念 以标准的出入 人在意的是 花的美丽 王看种的是 心里的单纯 其他的九个孩子呢 都很自傲的 把他们所种的花 给国王看 国王根本描都不描 他看的是一个 诚实的人 这就是观念里 标准的出入 今天我们基督徒 也是这样 基督徒的经历 乃是将神做 道路里面 有一天 若我们去见 我们的王 是带着自己苦心 经营的美丽气呢 还是带着被主 试念 并称喜的心 那我们朝见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带着 我们诚心的 一切的 补销 来见他 一个空花棚 一颗敞开的心 没有自己的抑郁 不如抓夺 只是简单的 听他的话 其实 只要是王所爱的 就是一切 求神联名我们 看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看到他 救恩的目的 乃是要把他 自己 做到我们里面 我们所夸的 是我们的良心见证 我们的 我们凭着神的单纯 和 和什么呢 存诚 再是为人 不靠属 肉体的智慧 乃靠神的恩典 对你们 便是这样 他的目的 不是要改我们的错 不是要改我们的好 乃是要 他乃是要把自己 做到我们里面 让他自己呢 来充满着我们 一天过一天 一年过一年 让他从我们里面呢 活出来 在哥罗西书 第三章二十二节 做奴仆的 要凡事顺从 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 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乃要凭信中的 单纯 敬畏主 这个就是主 欠免我们的 两个经节 哥林多后书 第一章十二节 很简单 诚实 神要看的就是那个 我们的单纯 我们的坦白 我们的诚实 好 我们继续再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呢 让我们 明白主 我们爱你 我们侍奉你 我们所夸的 是我们的良心的见证 主啊 求你改变我们 如果我们心里面 有不好的 有让你不喜业的 求你改变 让我们有 虔诚 诚实 的良心 来爱你 来侍奉你 来传递你的福音 给我们周围的朋友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奉耶稣 与祢名祷告 主啊 你是我一切 你是我全所有 主你是我一切 你是我全所有 是我的诗歌 是我一生青春 主你是我一切 你是我全所有 住在你里面我梦乎 你是我的梦义 你是我全所有 主你是我一切 你是我全所有 是我的诗歌 是我一生青春 主你是我一切 你是我全所有 主在你里面我梦乎 你是我的梦义 你是我全所有